我说起码他没小孩这方面 起码以后有麻烦就少了 就是近年都挺有缘的 听了韩阿姨说了自己未婚的事 但说觉着没孩子这点倒是挺好的 这避免了以后很多复杂的问题 阿姨你怎么还不敢看叔叔你 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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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看前面打手 你现在有没有心碰碰跳的感觉 我是看到你 有点心碰碰跳 有点紧张 为什么呀 对下过来 你有碰碰跳的感觉 现在也没有碰碰跳的感觉 你这样嘛 先舞舞剑吧 他们能能舞这种碰碰跳的感觉 是吗 练练剑 马上打打太极扇 不行 因为俩人平时都打过太极拳 所以红娘就想着让两个人 一起打打太极 培养培养感情 看谁先怨着干什么 基本上是任劲 等下下 加烂冒失控 最近熬夜都打过太极拳 变吗 这个人都打过太极拳 这个人都打过太极拳 都打过太极拳 我打过太极拳 好什么 冒失控 要说这俩人这太极扇打得是真不错 这以后要是真在一起的 出双入对的打打太极 锻炼锻炼身体 你说多好 这太极扇互动完胜之后 这俩人又接着聊了起来 阿姨你觉得你这辈子有什么遗憾的事 我可能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生 没有成一个家 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吧 我最大的遗憾就没有自己的孩子 对 这是人生一个遗憾 我想我如果有个孩子 我一定给他教育的非常非常优秀 但是很遗憾 恐怕这一辈子不一定能实现 是 他对那些经理人这一出 确实挺好的 没结婚 没孩子 是韩阿姨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听了韩阿姨这些个经历 段叔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但韩阿姨咱们好好把握现在 一切都还不完 那今天段叔跟韩阿姨的这段缘 能不能续上呢 不太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瘦小的 太瘦的 我不太喜欢 他这个好像心情总是有挺沉重的 挺压抑的那种感觉 也就是他这个姓务 在里面印象的 我考虑把这么大的事 就是没结婚的人 上周出某种场合肯定是未留太好 接触 很高兴 再见 有机会 再见 有机会